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已经听爸爸妈妈讲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地球是我们美丽的家园,现在在你家里的某个角落可能也正摆着一个地球仪呢,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地球又住在哪儿呢? 其实啊,地球住在一个叫做太阳系的大家庭里,这个大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而妈妈就是太阳,太阳妈妈是一颗巨大的红色火球,它一直在燃烧着,要是没有它发出的光和热,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可都活不了了,整个美丽的世界都没了 所以,太阳妈妈特别的重要,而且太阳妈妈也特别特别的大,它的肚子里可以放得下一百万个地球 怎么说呢?咱们打个比方吧,如果地球是一颗小小的乒乓球,那么太阳就有你们家的客厅那么大 介绍完了太阳妈妈,现在让我们来聊聊地球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吧 这几个兄弟姐妹们,一直在围绕着太阳妈妈不停旋转 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轨道,绝对不会随便乱跑哦 如果有一天,地球跑到金星那里去串门,那可就是世界末日了 它们中间,离太阳妈妈最近的是水星 然后,依次是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数一数,我们的地球刚好排在第三位 离太阳不远也不近 每个小朋友长得都不一样 地球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有自己的样子和脾气 其中个头最大的是木星 有多大呢? 她的肚子里可以放下七百多个地球 那个头最小的是谁? 是离太阳妈妈最近的水星妹妹 离太阳妈妈第二近的是金星 别看她的名字很美丽 身上却特别热 比燃烧的蜡烛温度还要高 她也是兄弟姐妹里离地球最近的 距离太阳妈妈非常遥远的海王星 则正好相反 它冷冰冰的 是一颗深蓝色的大冰球 上面整年刮着巨大的风 呜呜地吹 小弟弟火星是红色的 而且上面光秃秃的 土星哥哥虽然大 可他的身体软软的 因为他是由气体组成的 对了 土星哥哥还有一条非常美丽的腰带 里面是好多好多的小冰块和小石头 在画面中 八个兄弟姐妹是不是看着离得挺近 如果你也这样认为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你们啊 十多年前 美国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 准备去海王星弟弟家串个门 它的速度啊 可是飞机的好多好多倍 它整整飞了八年 才飞到海王星 那么 在我们的太阳系里 就只有这八颗行星吗 当然不是了 太阳系里还有其他的成员 比如地球就有自己的小宝宝 你猜是谁 对了 就是月亮 它一直绕着地球不停地转啊转 木星大哥有多少颗卫星呢 有足足61颗 他们家可真热闹是吧 还有一类特别有趣的成员 他们叫做彗星 彗星就像咱们家一位出远门的亲戚 一出门就是好多年 隔一段时间 又会回到家里来看看妈妈 顺便路过兄弟姐妹家的家门口 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找几个小伙伴 来扮演一下太阳系 这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吧 表演一下 他们绕着太阳转的样子 一定特别好玩 好了 下期我们将前往我们的地球去参观 到时候再见啦 下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